我们在学校,在工作,我们跟人的关系或是跟上帝的关系是否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之下 当我们处在紧张的状态之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安息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段信息是大卫子曰 就是神应许大卫有一个永恒的国度 那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安息 人在这个国度里会享受神赐的安息 记载的经文在《撒姆尔记》下的第七章、第十节还有十一节的上半段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四思自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使你安清就是享太平,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神应许大卫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土地 巴勒斯坦之地,那非常讽刺的,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土地呢 是战火绵绵,没有平安,那是流非常多人血的地方 那神怎么会把这块土地让给大卫,要大卫在上面治理 而且是能够想安息 想安息就是太平,有太平才有可能安息 这怎么可能呢? 感谢主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神所喜悦的王 那大卫也受到神很多的祝福 无论大卫去哪里去征战,神都赐给他胜利 所以在大卫自己的时候啊,的确以色列国是想太平的 他们既然想太平,他们就有安息 所以不管是大卫或是将来的子孙都不完全 那后来神当然就管教 那神的国,以色列国当然就没有所谓神所应许那样子的 让人可以得到安息 那只等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能够带给人安息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也邀请人来到他那里去 耶稣说,凡劳苦但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的安息 在西伏来书的第四章,作者也应许将来有一个安息是为着神子民所存留的 其实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得享这样子的安息 当我们学向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就能够得享安息 当我们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神的应许 我们在基督里,就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安息 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做 我们尽心尽力,为主而活 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融洽,更加的和谐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然也是美好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 享受神赐给我们的那样子的安息 当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不完美的 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我们也会犯许多的错误 而真正的完全的安息呢,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在祂的治理的国度之下,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真正的得享完全的安息 这个是神应许大卫将来这个永恒的国度的一个特质 就是神的子民会在基督耶稣里得享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今天有安息吗? 我相信当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应许 越是有信心,当我们活出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生命 我们就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安息 愿神赐福每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